从明天开始 民众不管是开车或走路 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话 通通要罚 小心荷包失血了 从明天开始呢 针对车子如果不让人 或者是行人违规 比如说乱穿越马路 在过马路的时候 讲手机 玩平板电脑 小心可能都会被开罚 这有可能吃上300元的罚单 而如果车子不理让行人的话 事情节要开罚1200元 最终是3600元的罚单